日前解放军北海南海舰队高层人士调动引发外界的关注 原北海舰队政委王登平转任南海舰队政委 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白温奇兼任北海舰队政委 在南海乱局未解瓦格良航空母舰服役在即的当口 外界分析这次军中高层异动很可能是胡锦涛准备在十八大前打一仗 来震慑周边小国的威胁 和彻底清洗江派腐败的势力 王登平今年两会期间高调接受访问 有关他所谓绝不让国土从我们手中丢失的言论 被视为中共军方鹰派的标签 日前王登平转任南海舰队政委 他上面的表态也屡屡被媒体翻出 另外原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白温奇兼任北海舰队政委 这也是北海舰队历史上首位有航空兵背景的主观 曾在山东任教的历史学教授刘英泉认为 在江泽民统治的岁月里 中国实行外国政策失去了很多土地 现在胡锦涛正式掌握了军权 他认为这次军内高层异动可能是准备打仗 王登平转任南海政委 这表示中国要在南海采取强硬措施 另外原来是航空兵出身 现在担任北海舰队力说明中共要把航空母舰 要配对起来 因为航空母舰主要是用在飞机海上航空 所以中共有可能要加强海上力量 这样做我看他是想打一仗 刘英泉还表示在十八大以前打一仗 是一个震慑周边小国威胁的机会 刘英泉说因为美国现在忙于大选 如果和越南这种与美国没有结盟的小国打仗 美国不会参与很容易取胜 打了越南以后有个什么好处 就可以打了越南以后 就可以在菲律宾和日本的谈判中 菲律宾就会老老实实的 把南海那个地方拿沙千岛 如果等到以后越南和美国结盟了 再打那就完了 那就对中国不利 刘英泉还说 在十八大前打一仗 对胡锦涛洗清自己的名声 和清洗江派的腐败势力也很有好处 再一个方面通过这一仗 可以让那些有立了战功的将军升迁 比如说这件掉到南海战队去的王登平 那这些建筑过的人立了战功以后 他们进入军委也能强化出身于平民的 立了战功的这些将领在中央军委中的地位 取代江泽民那些腐败将军 军队对腐败搞好了以后 同时又可以影响地方 能够便于解决地方的官员的腐败问题 中国事务杂志主编武凡认为 最近东盟会议各国对南海的挑战 对中共造成很大的威胁 但是军队部署到什么程度 会不会打仗 大家拭目以待 王登平18岁参军 入伍42年 历任战事军政治部干事总政宣传部局长 周克玉上将秘书 海军装备部政委等职 直至海军北海舰队政委 2002年 王登平还作为舰队副总指挥 率领青岛和太苍两舰500名官兵 参加中国海军首次环球航行 2002年 王登平环球航行归来 立即被晋升为海军少将 2011年晋升为海军中将军衔 根据惯例 北海舰队政委兼任近南军区副政委 中将军衔 每年八一前后都有授贤仪式 预计白文旗会被授予中将军衔 だ白文旗会被授予中 可能是» 老邦